5點左右的時間 台灣地區宣布由2月11日起 禁止暫緩港澳居民入境措施 高等教育局在得息相關消息之後 我們都立即啟動了我們的應變機制 聯絡相關部門在合作處理有關工作 首先在民航局協助之下 我們聯絡了相關航空公司協調機票的安排 目前澳航、長榮都答應可以被受影響的學生 是可以免費改期的 而另一家航空公司也是聯絡當中 如果有消息的話會立即進行公佈 在這裡也很感謝我們上述的航空公司的協助 而根據台灣教育部門發布的消息 台灣的院校將會是今次的疫情發展 啟動這個學生安心就學的措施 提供彈性的收業機制 包括安排港澳的學生他們的開學復課、註冊繳費、 收課方式、成績考核、 請假休復學、輔導協助這些措施 由於我們台灣的高等院校 預計會在2月下旬和3月初開學 本局也會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即時作出相關的工作安排 目前本局也陸續收到不少在台灣讀書的 學生和家長的查詢 在這裡本局有以下的呼籲 本局現在也是統計中受影響的學生人數 請各位受影響的學生 主動去聯絡我們高教局 而我們也是正構建一個網上的系統 預計也是今晚7點會開通的 學生可以登入我們高教局的網頁 進行一個網上的登記 以便我們局方能夠掌握具體的人數 能夠作出最適切的協助 而我們也聯絡了台灣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 澳門名外大專橋生服務中心 以及澳台青年交流出進會 保持緊密的聯絡 我簡單報告這裡 謝謝